第七章 鬼诈的仇敌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探讨过仇敌的势力和轨迹 以后我们还会触及这同一个主题的其他层面 但在这样做之前 我要先针对一个常常浮现在某些人心中的问题 做一番论述 人们常问 既然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 既然魔鬼将来必然会被丢入毁灭的湖中 为什么幽暗世界的权势还是如此猖獗 为什么基督还是被卷入使徒 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场征战中呢 答案是 魔鬼尽管聪明绝顶 诡计多端 但他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一点不知道自己已注定要被击败 他有丰富的知识和强大的势力 但他未了解一个事实 就是他正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 所以他还坚持抵抗 他还妄想打败神 正如他在旷野试探住失败之后 他还不死心 不放弃对主的攻击 仍然不断回来 重复他的攻击 直到最后 今天他也是这样 因为他是神的对头 与其说魔鬼反对我们 不如说他是在敌对神 我们在他眼中根本算不得什么 不过是神的子民而已 魔鬼唯一的愿望和野心 就是破坏污损神的工作 为了这缘故 他在伊甸园试探夏娃 企图破坏神完美的工作 魔鬼憎恶神的大功 他下定决心要补给一切的摧毁 这工作 所以他挑起这场战争 当主耶稣活在世上时 魔鬼用尽了他一切资源 当时神正在做一件最重要 最中心的事 因此魔鬼也把他一切本领 倾难而出 如果神在这一点上被破坏了 魔鬼必然从此稳操胜算 可是最后他未能打败主基督 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 是他全盘禁输 他以为他终于打垮了我们的主 而事实上是基督掳来了他和他的权势 并且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魔鬼在这世上失败了 甚至在基督复活的荣耀中 败得更惨 他立刻明白 他剩下唯一能做的 就是破坏主耶稣救赎的大功 这大功在主基督建立 保守教会的事上已显明了出来 教会是新成立的国度 是神所预备的新器皿 神要用教会来击退魔鬼 因此魔鬼如今最大的目标急在破坏 甚至摧毁神的教会 以及教会里的每一个分子 毕竟教会是神最荣耀的工作 使神用水借着到洗净的 神所造的这奇妙实体 基督的身子 远比最初的受造之物更美好 魔鬼自然对教会虎视眈眈 只要他能破坏教会 即使只是破坏其中的一小部分 他都等于胜过了神 他都能以此沾沾自洗 结果是 基督徒成了魔鬼最主要的攻击目标 这是使徒此处所提醒我们的 主耶稣也用其他的话 说到同一个真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人即骂家主是别西补 何况他的家人呢 他实际上这么说 你们看看我在这世上所受的待遇 由于你们是我的百姓 你们也必受到相同的对待 这世界恨你们 是因为他们先恨我 既然你们属于我 他们怎么待我 就会怎么待你们 是魔鬼使世人产生这种反应 主耶稣当时是在预备他的门徒 以及后世一切跟随他的人 好面对着世界的敌意 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事实 本身就意味着魔鬼 会对我们有特别的兴趣 他特别想要打败我们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损害神的荣耀 显示神和基督 再就赎他特别子民的事上失败了 这是我们基本的立场 接下去 我们第二个立场是 我们越像一个基督徒 就要预期受到越多的攻击 这一点无需多做解释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主那样受试探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受的试探更多 魔鬼亲自去试探他 有时魔鬼只要拆遣他国度里 某些执政的 掌权的 来对付我们就绰绰有余了 但是魔鬼在试探主耶稣时 总是亲自上阵 冒尽全力 所以我们越接近基督的样子 就越得预期会受到这一类的攻击 因此使徒保罗用特别严肃的语气 重复他的叮咛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然后他又说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他要我们明白所面临的征战 我们做基督徒越久 就应该越体认到这种冲突 所有曾活在世上 充实了教会生活的圣徒 都可以见证这一点 他们都同意 他们的基督徒生命越长进 与魔鬼的征战就越激烈 炽热 许多圣徒告诉我们 即使在他们临终的病榻上 魔鬼还不放松他的攻击 这也是圣经一贯的信息 圣经并未教导说 救恩就是你来到基督面前 相信他 从此就一帆风顺 浅颈一片光明 事事如意顺心 相反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所进入的生活 是一个必须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的生活 每一次我读到这些经文 或想到他们 特别是使徒重复提到 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就会联想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 所谓假战阶段 大战是在1939年9月3日爆发 可是接下去连续几个月 似乎没有什么动静 那些肤浅 不失时局的乐观派 几乎要说 没事了 没事了 事实上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希特勒 发动1940年5月的 大攻击之前的几个月 还在众议院说 希特勒没赶上巴士 当时四近一片安宁 没有枪炮声 没有遭遇战 没有突击 战争似乎已归于平息 但是三军总司令 史文敦 Ernest Swinton将军 仍然在每周的电台广播里 不断说 我们在打一场生死攸关的仗 虽然占据沉寂 他还是持续这样说 事实上 他清楚敌人的武力和狡猾 他知道早晚要发生大战 他晓得表面的瓶颈 最容易使人受骗 如果我们聪明 就应该全神贯注 严真以待 他知道可怕的攻击即将领导 果然如他所料 惨烈的战争不久后爆发了 所以我要问 基督徒的生活容易吗 你是否凭着信得以称意 成圣 就因此认为前面尽是平坦大道 保罗说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们并不是鱼鼠血气的征战 要明白 你正置身一场可怕的征战力 由于你是基督徒 你需要神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确实 你的基督徒生命越长进 这场征战就越激烈 保罗确切地说 我们所遭遇的是魔鬼的诡计 以及他强大可怕的势力 我必须强调 魔鬼不会用他的诡计 去对付非信徒 非基督徒 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从魔鬼的立场看 要保持那些不相信基督 对基督毫无兴趣的人 活在最终 真是轻而易举之事 主耶稣自己也提醒我们 壮士披挂整齐 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他没有必要用心机 使诡计 去引诱世界上的罪人 继续犯罪 要是一个非信徒 整个主日用来看报纸 闲懒度日 根本就用不着大费周章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每一个受污染的人性 都想这么做 你只需要把报纸 放在他们面前就够了 同样的原则 也可以用在使人醉酒 艳乐 纵情声色的事上 那根本用不着诡计 对魔鬼而言 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他最小的差异都可以做 甚至连他们也用不着 人堕落的本性中 所萌生出来的情欲 自然会诱使他们那样做 然而我们被迁入神的国度 就是光明的国度那一刹那 魔鬼就明白 整个情况已改观了 他现在必须使用诡计了 所以只有基督徒知道 什么是魔鬼的诡计 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我认为 要测验我们的基督徒身份 这是很好的试经时 我们是否知道魔鬼的诡计 也许有人会问 你为什么花着许多时间 在这件事上 何必这样小题大做 你为什么不干脆说 没事了 一切会转危为安的 我的回答是 使徒奄奄警告我们 要抵挡魔鬼的诡计 不但如此 他还不厌其烦地 告诉我们 每一项君弃的细节 我们若想活命 就必须穿戴他们 我要再度提醒你 历代以来 众圣徒的经历 教导我们 越伟大的圣徒 对魔鬼的诡计 就知道的越多 我敢说 二十世纪的步道家 最明显的特色 莫过于他们 常常忽略了有关魔鬼 执政掌权者 以及魔鬼诡计的教训 在有关乘圣的信息当中 你听过几篇 是以这方面为主题的 最受欢迎的教训 就是把一片美景 放在你面前 告诉你 不必担心 你只要仰望基督 一切问题 就自然会迎刀而解 保罗说 不对 除了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之外 你还需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你必须穿军装 如果你要站立地稳 就得好好使用它 要测验我们的立场 以及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最周全的方法 就是看我们是否明白 意识到魔鬼的诡计 因为有魔鬼的诡计存在 所以我们手中 才会有新约的使徒书信 若不是因魔鬼的诡计 使徒们就不会写下这些书信 甚至福音书也不会诞生了 他们写下这些书信 是因为早代基督徒 曾陷于极大的难处里 有些人犯下错误 有些人走偏文路 或引起某一类的麻烦 所以这些书信才会写成 好叫早代信徒 以及我们后世的人 能洞悉魔鬼的诡计 这些书信留给我们 部分是为了预备我们 迎战这个狡猾的仇敌 以及他的一切爪牙 手下 这是圣经用来教导成圣的方法 论到成圣的教训 你不必每次都回到旧约的时间 将其灵异化 你也不必特意将新约的神迹 转成比喻 这样做并不一定不对 但是由智慧的老师会从解释 使徒书信着手 特别是有关魔鬼诡计的教训 追根究底说来 我们所有的问题 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 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 只是明白这些诡计的性质 以及对付他们的方法 好叫我们能成功地抵挡魔鬼 此处我要强调的是 单单说哦 这很简单 你只要仰望主 就能胜过魔鬼是不够的 不是如此 新约给了我们特别的指示 任何有关成圣的教训 若避开新约 使徒书信的教训不谈 就是虚假的教训 是不合乎圣经的 它最终只是心理学的一种 使异端的教导 我们必须仔细研读 使徒书信 因为这是我们胜过仇敌 为义之计 我们必须对于 它的攻击之性质有所认识 首先我要问 仇敌如何攻击我们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第一个答案 鉴于诡计一词 通常这个词 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用来描述 我们所面对的反对 攻击之本质 圣经特别用这个词 来强调这些性质 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 那里说 唯有蛇 比天野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 诡计 恶谋 这一切显然 都是狡猾的产物 使徒保罗在 戈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解释他所以写信给戈林多信徒 是因为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余血 失去那向基督 所存存意清洁的心 就像折用诡诈 诱惑的夏娃一样 你或许以为 保罗应该说 你信基督的那一刻 你就在基督里了 从此一切都安稳 你要做的只是 住在基督里 这就够了 不幸的是 魔鬼和执政掌权者 一直在工作 由于他的狡猾 诡计多端 我们有必要对其 有深刻的认识 再听听保罗 在同一卷书信中说的话 为此 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免得撒旦 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 他的诡计 他的诡计 他的计谋 保罗说 他会不计一切 要胜过我们 击败我们 使我们看起来愚昧不堪 好叫神的名被羞辱 我们并非不晓得 他的诡计 再举一个例子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理论到 不可按理出信的人 做长老或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说的刑法里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你知道什么是网罗吗 你有没有看过人装置网罗 以捕捉兔子或鸟 这整个过程中 最需要技巧的部分 是掩护 你不能把一个网罗放在田野的正当中 留它在空旷处 不 你必须把它放在叶子或树丛里 路人经过时 对它毫无所觉 兔子或鸟也察觉不出 驼门只看到一小块肉 或某种吸引驼门的耳 但是驼门看不见网罗 装设网罗的重点 急在于伪装 你要把它藏的一点看不出来 整个过程必须急狡化 使徒保罗说 我们不能按理出境的人 为长老或监督 免得他突然落在魔鬼所说的刑罚里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此外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里 在杜交道主的仆人 如何帮助别人灵命成长 他说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罗 魔鬼总是在装设网罗 他们围绕在我们四周 比比皆是 保罗对提摩太说 你必须有耐心 让信徒看见各种危险 教导他们如何避开网罗 好叫那些已经被魔鬼掳去的人 醒悟过来 以脱离那网罗 重获自由 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四十四节里 用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词 他说魔鬼 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擅长说谎 因为这是他诡计的一部分 他不说真理 他随时可以扭曲真理 说出谎言 他的话都是为了要陷害我们 使我们陷入他的魔掌 说谎是魔鬼诡计中 最主要的部分 再看看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节里所作的论述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那是末日的光景 主耶稣说 这些势力是如此狡猾 聪明 他们甚至能显神迹 行其事 连神的选民 都几乎被他们蒙骗 困住了 使徒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 用同样的语气 讽刺那些假先知 他们自立为先知 企图吸引人注意 他实际上 对哥林多教会说 你们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总是听从 这些看似有理的人 他们用属肉体的方式 自吹自擂 引入注目 而且以权威自居 你们总是轻易相信他们 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呼灵吞了 哦 你们对魔鬼的诡计 真是一无所知 你们认不出这些假先知 这些欺骗人的 他们行事歪曲 假装是嫉妒的使徒 似乎只关注神的荣耀 其实他们里面充满了 谎言和欺骗 他们用一种狡猾的方式 掠夺神的荣耀 将人的注意 从基督转向他们 因此保罗警告他们 要提防这一类的人 因为他们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一幅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里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实力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一郊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一端 此处保罗是指甲教师 他们被诡诈的魔鬼所利用 他说他们是诡诈的 欺骗的 设计好圈套来骗人 他们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的聪明和狡猾 但是罪行目的例子 记载在铁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第八之时节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不法的人来 是赵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处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词句 圣经处处在警告 我们要防范欺骗的法术 和不义的诡诈 我们实际上是被这些所包围 一个基督徒若不意识到这一切 他又是怎样的基督徒呢 他若不是沉沉昏睡 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最软弱的婴孩 小孩子总是对四周的危险毫无所觉 那是因为他们的天真 没有察觉到潜在的危险 刚刚信主的人也不明白 任何事对他们而言都是简单的 只有那些有经验的人 比较老练了 就能看清这些事 再进一步看保罗告诉提摩泰的一个词 保罗说 他自己以及一切听他的人都必须做好准备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所谓后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自从主耶稣来到世上的那日起 他就已经来了 只是最后越来越恶化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奇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你是否意识到引诱人的邪灵之存在 是否看出来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巴 我最后一出的引文 建于西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 提到从这一切所产生的罪之一般性质 当时 西伯来人处境很艰难 遭遇极大的祸患 在失望 痛苦之际 有些人 开始把渴望的目光 投向过去的犹太宗教 西伯来书的作者 担心他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以上我引用了多处经文 是要指出 圣经如何一再强调 有关魔鬼的诡计之真理 我要再一次引用 史文敦将军的话 提醒你 我们再打一场生死攸关的仗 彼得说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一人紧紧得救 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占呢 这是新约的教训 我们在为生死存亡而战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魔鬼和他的轨迹征战 与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征战 接下去我要问第二个问题 这些轨迹如何表露 彰显出来 我怎能认出魔鬼的轨迹 他如何使用这些轨迹 为了找出答案 让我们首先来看 圣经如何说到魔鬼 并且观察这些轨迹如何显露在他的行动里 要明白这件事有一个关键 我们已引用过《低歌灵多后书》第十一章 有一句话很发人深行 保罗在第十三节说 那等人是假使徒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此处最有意思 最重要的一个词是装作 撒旦是主动地装作光明的天使 这提供我们一个关键 来明白他的行动 有些近代的新约译本 在这一点上译得很好 他们把装作以为戴上面具假扮 这些人假扮成基督的使徒 正如魔鬼假扮成光明的天使 换句话说 魔鬼会戴上不同的面具 他是天生的演员 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他不会每次都是一副面孔 如果他这样 问题就简单多了 保罗写到磨难的日子一词时 心中必然浮现同一个画面 确实有魔鬼的攻击 这一类的事存在 这是基督徒生活里必有的经历 许多圣徒都可以为此做见证 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 或者像一场飓风或龙卷风 携着轰轰响声 沿途施虐破坏 他从四面八方攻击你 以无穷的威力和恐惧席卷你 除非你对使徒这里所说的有所认识 否则你无法抵挡得住魔鬼 你必然会应声而道 他狂暴的威力和对神的愤怒 都会转向你 你早晨一起来 他就对你怒吼咆哮 一整天他都如影随心跟着你 你也许会说 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究竟怎么搞的 我以为自己已经度过这阶段了 魔鬼会对你怒目而视 威胁你 你会因此战惊 觉得快要被他吞噬了 但这只是他的伎俩之一 是他戴的面具之一 他试探夏娃时却不是这副面貌 他去引诱夏娃 一只吼叫的狮子不会引诱人 但是一旦他戴上另一副面具 他就立刻变成一个非常亲切 言辞甜蜜的人 他装成你的朋友 似乎一心想帮助你 听听他对夏娃说的话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 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 当然了 你知道神为什么如此吩咐 他只是想把你们永远压在下面 他不想叫你们达到最高的潜能 他知道一旦你吃了那树上的果子 你就会变得和他一样 他可不想见到这种事发生 这是神的问题 他总是想把每一个人压制在他下头 别听从他 要有自己的想法 要独立起来 魔鬼用此法欺骗了夏娃 有时他会装成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来引诱我们 他用的另一种方法是迂回渐进法 这时他不会直接了当地说 他乃是用暗示建议的方法 他到主耶稣面前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并未实际说出 他不是神的儿子 但请留意他话中的暗示一位 你若是神的儿子 旷野中的那次试探 混合了怂恿和影射 所以魔鬼也可能对你说 你若相信福音 成为基督徒 就会自取其辱 别人会笑你 你的事业也会受影响 他提出这些建议 这是魔鬼惯常使用的攻击方式之一 是相当诡诈的 但是使徒提醒我们 有时魔鬼会放下这一切伎俩 戴上另一种面具 就是装成光明的天使 这回他是以真理的权威自居 动不动就引用圣经的话 魔鬼的圣经常识非常丰富 他在旷野试探主时 就屡次引用经文 一副能倒背如流的样子 所以他会来到我们面前 装成想用圣经的真理 光照我们的模样 从前他或许以吼叫的狮子出现 企图扰乱你的基督徒生活 现在他看出这一招已经不灵了 所以他放弃别的方法 而以光明的天使出现 建议由他带领你进入更深的真理中 这是他将人带进一端惯用的法子 他似乎很迫切地想帮助我们 脱离外表的东西 进入事情最中心 却最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哥林多教会里那些批评保罗的人 其实就是受了魔鬼的利用 他们说 至于保罗 他的外表柔弱 言语粗俗 这话颇令我们惊讶 他们实际上是说 你们太注意保罗了 他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之外 那些深奥的道理 他是一窍不通 保罗的回答是 我只教你们最基本的东西 那是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 灵里还是婴孩 你们还不适合接触教身的真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其他的教师却正好相反 他们装成光明的天使 要带领人直接进入真理的堂傲 他们绝不把时间浪费 再慢慢培养 仔细解释上 也不会花时间来建立他们 先把他们当婴孩看 然后是孩童 青年等等 他们不像使徒约翰 保罗 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那样 他们只想一蹴极致 只往前跳一步 就直接进入整个真理中 许多异端即使由此而生 这也是大多数异端 邪说的起源 魔鬼采用的另一个伪装法 或者说他戴上的另一个面具 这是他所有方法中 最聪明的一种 就是把他自己完全隐藏起来 然后极力攻击 所谓世上有魔鬼和执政掌权者存在的说法 可悲的是 现今世界上不相信 我们正讨论的这一类事情的人并不多 反而是教会里有不少这样的人 近代居然有信徒建议修改 知名的教会真理问答 删除掉有关魔鬼的那些项目 魔鬼在说服人们相信 根本没有魔鬼的事上 真是不遗余力 钓鱼的艺术即在于隐蔽 垂钓者当手的第一个规则 即使把自己藏起来 要会伪装 把你的限制出去时 越远越好 这样鱼就看不见你在旁边 把自己隐藏起来 这是钓鱼者的荆轲御律 魔鬼可是精通词道 从他的立场看 只要他能说服教会相信 根本没有什么魔鬼或执政掌权者的存在 他就好办事了 教会于是被麻醉了 被蒙骗了 沉沉昏睡了 根本未意识到正在进行的征战 从某种意义上看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事 可以称之为教会历史的序论 是整本教会史的前沿 为什么教会历史会是这番面貌 为什么早代教父要召开大公会议 他们为什么必须定下信仰 告白和使徒信经 内心乃是教会针对魔鬼的诡计 所提出的响应 以收阵龙发聩之功 因为当时有不少属神的儿女 为流行魔鬼的诡计 也没有把握住神话语的教训 我们还会再详细思考这一点 并且越来越多地 把它运用在我们个人身上 在此同时 如果有任何人 因此而觉得沮丧 失望 被恐惧或忧愁所充满 你就是误解了使徒这里的教训 果然 魔鬼的诡计无处不在 但是倾听使徒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你若这样做 就无需畏惧 可以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占理得住 你能够阻挡好 还能够够 还能够写 我被误解